美国和物理学家叛逃中国,与杨振明是同门,放弃美国即来中国放牛,也许其道爱国主义,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,是无法深刻理解内涵的。 但是对于老一辈人来说,这就是非常珍贵的精神,今天要说的主人公他不是中国人,却在这里度过了大半辈子,你可以说他不是爱国的,但他爱的是全世界。 他就叫做韩春,是在五十年代逃到中国的美国科学家,他以前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穷辛顿,也许你不太了解他,但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物。 之前和杨振明是同门师姐弟,因为是曾经霍诺贝尔建的科学家费米的门下,两个人的成绩也都非常的厉害。 另外,他的祖母曾经是牛蒙的作者爱杰尔,祖母的父亲,更是伟大的数学家波尔。 生活在这么一个优秀的家庭当中,穷也注定不平凡。 他在本宁顿学院学习,深刻地了解到了握着物理原子的魅力,想要探寻其中的药。 秘,老师也很快地注意到了这个非常积极的想法,于是带着他一起研究。 在23岁的时候,便和大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。 这是美国第一次研究出原子弹,所以,他瞬间成为了世界上一颗冉冉升起的女科学家。 开始,他是感觉到比较骄傲和自豪的,认为能够和这些科学家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非常幸福的。 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灾难的开始,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期爆炸,升起来的蘑菇林更像是日本15万居民的骨头。 他开始得到反思,从曼哈顿计划当中脱离,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科学,没有想到,竟然让这么多人遭到了伤害。 他表示,不再参加任何军事化的运动,另外,他也积极参与了和平使用和武器的行列当中。 在这时,他的哥哥正在研究中国文化,对这个国家败不绝口。 另外,他的未婚夫杨早是联合夺满牛鼠的一名人员,曾经到中国延安去养过牛。 他对这个国家立刻充满了兴趣,决定来这里生活。 1949年,韩春和阳早在中国一个延安的一个破窑洞子里举行了婚礼。 虽然条件比较艰苦,但是他们是幸福的。 但是,1953年的7月,美国的杂志上竟然刊登了,一则有关于他的新闻。 大意就是掌握美国机密的女科学家投奔到中国,意图对美国实施不利的行为。 但是事实上,是养早夫妇在这几年一直在养牛。 60年来,夫妇一直从事奶牛的研究工作,一直想让中国的贫苦人民也可以喝到正宗的牛奶。 在中国的这大半辈子,他们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,也是第一批拿到中国绿卡的美国人。 最后在这片土地上结束了生命,对于国人表示的感激,却说吃了中国这么多粮食,做出一点贡献是值得的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